Hello 今天呢我录一期开箱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黑五到底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现在没有很多的闲钱去买一些很贵重的东西 这次黑五呢我基本上把钱都花在了一些经常会使用的日常的消耗品上面 然后我买的都是这家店 就是Shopper's Drug Mat 这个店其实之前在我的视频里也出现过 它是加拿大这边本土最大的一个连锁的要装店 基本上就跟国内的屈臣室啊万宁差不多 然后每年黑五的时候呢他们都有活动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今天刚收到这个箱子 我就给大家拆开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吧 仔细说起来的话 其实这箱东西我其实是没有花钱的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Shopper's它有一个积分的系统 每次你买过东西之后它都可以有一定的积分 然后每年黑五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积分兑换的环节 比如说平常的话Shopper's一千积分可以当一块钱来用 一万分呢就是十块钱 到了黑五的时候它就会有像是25万积分可以兑换40万积分的东西 这一次我正好买了400块六毛七的东西花了25万的积分 因为要交税嘛所以我交了50多块钱的税 但是我买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有些东西是有活动的又反了我好像是18000积分吧 相当于又减了18块钱等于说买这一箱子的东西我实际上只花了30多加币 大概可能也就150多块人民币吧我觉得真的挺便宜的 话说回来这些气囊我平常都喜欢把它们收起来我觉得搬家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包裹这些碗呢一碎的东西 当然这个都是省钱的小喵招了 这箱东西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在这里面都是一些日化产品 好了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展示一下啊 首先呢我买的是这个这个是Golden Bond的一个湿疹的面霜 但其实我都是拿它来当保湿面霜用的 然后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出现过 当时我就是说如果用的好的话我就会再回购 然后我发现这个玩意确实挺好用的 而且这个好像才十几块钱吧这么一大瓶我觉得挺便宜的 我就买了三支留着慢慢用吧就是洗完脸之后用它来涂脸保湿 就是因为夹大这边真的特别的干接下来这个是路德青的洁面 然后这个洁面呢它的清洁力很强就是说有一定的卸妆功能 就是如果我有的时候涂了防晒我就会用这个玩意儿去卸妆 但是它不能用来卸浓妆啊如果你真的化了很浓的妆的话 你还是得用正经的卸妆水或者卸妆油卸妆膏来卸 反正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而且这个很奇怪的就是它在货架上经常很难买到 就只有在网上才能买得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比较抢手吧 顺便说一下那两支路德青的洁面加起来是19块9毛8 相当20块钱10块钱一支我觉得还好不算贵 接下来啊我买了两支巨大的凡士林保湿的这个膏 我觉得哈任何的东西的保湿性能都不如凡士林的这个大油用起来舒服 自从新冠以来嘛就是我洗手变得特别的频繁 就有的时候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我可能会洗两到三遍的手 这样的话我的那个手的角质层就破坏的很严重 然后经常就会干脱皮然后疼什么的我用了很多保湿的东西护手霜什么的 我觉得都没什么用 最后就发现其实就是这个凡士林把它涂在手上就特别管用 洗完澡的时候我也会用它来涂脚跟就防止这个脚跟的均裂嘛 我觉得真的蛮好用的但是这个大瓶也是属于在货架上经常就买不到 只有在网上买才可以然后这一只好像是6块多 两只加起来12块多就挺便宜的 但是这个不要用来磨脸啊因为它就真的像大油一样很糊的 我漏了一个我买了三只 接下来就是我买了两只这个CeraV的这个氨基酸泡沫截面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泡沫截面 因为它是氨基酸的很温和它还有一个更草绿色的版本 那个版本是一个干皮使用的但是它的泡沫就比较少 这个是一个中性皮肤可以用的一个泡沫截面 泡沫比较丰富然后也挺温和的这个东西两只加起来是44块钱 相比刚才那个路德青的就贵一些 但是这个也更大这个一瓶有562毫升可以用挺久的呢 我觉得买两只差不多一年就是可以够用了 接下来我买了四只CeraV的这个抗衰老精华 这个应该是一个A纯精华 我平常比较喜欢用的是宝拉的那个A纯加2%不顾止分的那个A纯 但是那个就挺贵的一瓶大概得有六七十加币吧 加成税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替换产品 其实它也不能平替宝拉的那一款 但是我觉得A纯这个东西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你要坚持使用 哪怕是低浓度的你长年累月的使用它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不是说你偶尔三天打月两天晒网的使用一个高浓度的 我觉得那个效果不太好的 然后这个据说它的A纯含量是0.2%左右 但是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反正使用起来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我就买了四只 然后这四只也是这次的最大的消费 加起来120刀相当于一只30刀 我觉得作为一个精华来说30刀也不算贵了 接下来我买了三只这个洗发水 这个牌子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洗发水 就是它是走植物路线的 然后其实也挺便宜的 而且好像是无龟油的 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无龟油 但它使用的感受我觉得还不错 味道也挺香甜的 其实我对洗发水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它是无龟油的香气我觉得很舒服 我就喜欢用 然后这三只加起来是26块9毛7相当于27块钱 一只9块钱 我觉得也可以了 这一瓶得有400毫升呢 可以用挺久的了 接下来是我买了两盒力度深的这个VC 这个是6块钱一盒好像是 对我来说VC就是最好的抗感冒的药 就是我每次只要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 我就坚持比如说每天用一片这个VC喝 基本上这种小病我都能很快的就扛过去了 这个东西也是货架上经常就是买不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还有一个蓝色的就是加新的那个版本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版本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纯VC的这个橘子汽水的味道更好喝一些 接下来的就又是凡士林 凡士林的两个可可油保湿的身体乳 我刚才跑到外面去拿了一个我正在用的打开的一包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淡黄色的身体乳 然后就是用它来擦手 我觉得就是挺滋润的 然后这个可可油的味道也特别的香 就感觉像在吃蛋糕一样 我每次看到这个乳霜我都特别想吃了它 但是这个东西的保湿性能是不如这个凡士林的 我俗称的大油膏 如果你用它来涂身体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的手已经有什么军裂破皮的问题的话 你还是得用这个凡士林才可以 接下来呢 这两个是卸妆膏 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的一个绿茶的卸妆膏 我觉得它卸妆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不便宜 这两只加起来是37块9毛8块40块钱了 也就是说一个大概18块钱左右 然后这一盒只有40克 18块钱40克我觉得挺贵的了 其实如果卸妆膏的话我有一个更好的推荐 就是买那个thebody shop的那个卸妆膏 它在黑五的时候也有打折 但是这个我纯粹就是为了凑单 就是为了凑那个400块钱我才买的这个 而且这个卸妆膏我正好也快用完了 平常的话如果我就是拍视频化妆化的重一些的话 我就会用它来写真的写的蛮干净的 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买的理肤全大哥大防晒 一定要买这个50后面带加号的这款啊 不要买那个只有50没有加号的那款 那款是给敏感机用的 然后它是一个纯物理防晒 而且是有颜色的 涂完之后会蹭的到处都是 那这款大哥大呢 它就是质地比较清爽 我感觉已经非常接近安耐晒给我的那种肤感了 然后它的防晒性能也是特别的好 基本上是属于我这些年都在用的产品 就是我一直认为防晒是抗衰老的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如果你认为我这张35岁的脸 还有一丁点的说服力的话 就请跟我一样坚持的使用防晒好吗 然后这两支是一支29块钱50毫升一支 算是我买的这批产品里倒数第二贵的东西 最贵的是那个A纯嘛 然后我手上其实还有好几支呢 然后这个就纯粹是夏天用的比较快 所以我又补了两支 也是为了凑那个钱嘛 好了以上就是我这次黑五买的所有的东西了 就是一些消耗的日用产品 然后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积分的原因嘛 我最后其实只花了30多块钱 就买了这一大堆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shoppers它这个反积分的政策 真的是挺香的 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买这些护肤品 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那可能shoppers对你来说 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呢 其实还是挺happy的 而且这些积分 就算是你不等到黑五去兑换 你平常的话也可以拿积分去PCOptimum 他们旗下的一些超市 像是lobloo啊superstar之类的 去买东西买菜买肉也可以用掉那些积分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方便的 那好了这期开箱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